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的商业插画系列课程 咱们接下来是第八讲,就是讲咱们的色彩 咱们的色彩可能现在确实分类比较多 然后整个体系也比较庞杂 那么现在就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色彩的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概念跟方法 首先从真理方面说一下咱们的色彩是什么 色彩产生是光对人的视觉和大脑作用的结果 需要经过光、眼、神经的过程才能看到颜色 色彩的分类有哪些 其实现在就是如果细分还有很多 咱们现在就是把它分成三种 一个是光源色 光源色就是比如说像太阳呀、灯啊、月亮啊、反射的光啊 对吧 它都可以称为就是光源色 固有色就是它这个物体它本身所具有的颜色 比如说音箱它就是很多是黑色的 对吧 然后它植物是绿色的 环境色是什么呢 环境色主要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红色的纸上放一个 一个小白色的物体 它一定会反射绿色、红色的光 对吧 红色的环境色 环境色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环境色对周围的这些东西的影响 首先咱们接着继续说是色彩体系 色彩的构成 色彩一般就分成无颜色 有颜色两种 无颜色是指黑白灰黑等不带颜色的色彩 它就是反射的是一种白色的白光的色彩 有颜色是指红黄蓝这些带颜色的颜色 接下来就是三元色 这个如果是大家学美术学设计可能都知道 三元色就是红蓝黄 这个就是大自然中最基本的色彩 它就是不能再分的 原色只有这三种 如果是要把它再细分 就是成为这个尖色 尖色就是它们这两种原色 任意搭配所产生的这个色彩 红蓝就会是紫色 然后蓝黄就是绿色 然后黄红就是橙色 然后负色是什么呢 负色就是任意一种尖色 就是比如说红色 它又与一种尖色 又与一种原色所产生的 比如说这个橙色跟蓝色对吧 它所对应出来的颜色 它一定不会是纯 就是自然界 它一定不是纯黑 它可能显示的颜色 就是可能偏就是更紫一些 或者可以显得脏一些 这个就是负色 色彩属性里面色相 明度 纯度 也是经常被提到的 色相是什么呢 色相就是这个颜色 它本身具有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笔 它就是绿色的 或者是头发 它就是黄色 黑色 白色 这都是色相 明度是什么呢 明度就是这个颜色 它本身具有的明亮程度 是吧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下面上面显示的 这个两个绿 是吧 这个肯定是黑色加的多一些 这个肯定是 就是没有很多的 深颜色的掺入 它就是明度要比 它要高很多 纯度是什么呢 纯度就是 它所产生的 就是所包含的鲜艳程度 比如说这个颜色里面 它要是加 加了很多的白色 或者加很多的 其他的 有绿色也好 红色也好 黄色也好 它的纯度又会变低 因为它掺入了 其他的颜色 但是上面这个颜色 就是它掺入了很少的 或者是没有 它就是本身所固有的颜色 这样的话 它的纯度就是 比下面这个 要高很多 接下来就是色彩的特征 比如说色彩 冷暖 轻重 膨胀 前进性 后退性 跟艳丽和素甲 咱们接下来也图为例 色彩的冷暖 有哪些呢 就是它主要是根据一个心理感受 比如说暖色调 是吧 像左边这张 就是它可能比较 感觉比较温暖一点 右边这个冷色调 你可能感觉就是比较的 就是阴森 或者是凄凉一些 对吧 只是人的感觉 只是换了一个色调 但形象还是一样的 但有一些中性颜色 比如紫色 绿色 黑色 灰色 对吧 白色 比如黑白的照片 它就很少有这种 这种心理感受 各种各样的照片 它只不过通过形象的不同 对吧 像黑白照片 但是它 如果是相似的 这样的形象 但它每一张 基本给你的感受一样 你看 看看的 你就看到腻了 色彩的冷暖 也是 就是 咱们刚才讲的 它主要分成 比如说暖色里面 就上面这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玫瑰 是吧 然后蓝色 偏 偏紫一点的蓝色 都出于暖色 然后冷色 就是蓝到绿 对吧 底下这样的 颜色的轻重 咱们主要是 以图为例 比如说这个白色 跟这个蓝色的箱子 你会觉得哪一个 会更重一些 一定是这蓝色的 对吧 所以说 这种色彩 对这种 这种认知 它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然后颜色的收缩 跟膨胀 如果这里面 你一眼看上去 可能就是黄色 红色 绿色 橙色 是吧 这样的颜色 肯定会更突出一点 但是它们都是一样大小 但你就觉得 这个是不是会更小一点 所以说 冷色跟暗色 它就有内聚的作用 但是咱们的 明度高的 或暖色的 这种色彩 就具有扩大的作用 就显得物体比较大 色彩的前进性 跟后退性 比如说 这个 这个物体 咱们肯定会觉得 黄色 它会更 就是更靠前一点 蓝色会更后退一点 所以说 在咱们的 插画的应用里面 你在背景色里面 是吧 你肯定不能用 太鲜亮的颜色 那就 那就会抢前面的颜色 在前面的颜色 你不能用太 太 就是深的颜色 跟后面背景 拉开了 所以说 这个明快的颜色 和 和这个色彩艳丽的颜色 高纯度的颜色 它都具有甜蜻色 低纯度的 或者是 它具有这个 深颜色的 是吧 然后纯度低的 然后明度低的 它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后退性 色彩的艳丽跟素养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比如说黑白照片 它比彩色照片 彩色照片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时尚一点 但黑白照片一下放出来以后 它就饱和度降低以后 给人就不特别的素养 所以说 所以说颜色给人带来的整个知觉是不一样的 色彩的记忆性 这个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 纯度越高 明度越高 然后它色彩越单纯 或者说它的 就是 暖色 或者比冷色 对吧 它记忆性会更高 所以这些就是 咱们在实际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 色彩它具有很多的抽象联想 这里面咱们简单可以说一下 红色就是吉祥喜性 紫色代表神明高贵 白色可以代表神圣干净 粉色就是温馨浪漫 这种儿童用的比较多一点 蓝色比较忧伤 比较理性一点 然后橙色比较欢欢快一点 温暖一点 灰色就是比较失忆 比较颓废 然后黑色代表恐惧死亡 是吧 比较严肃 就是黑色的西装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色彩的构成形式 比如说 里面有均衡 均衡是整个的这个色彩里面的形式美法则之一 它 首先两个颜色在一起 如果它不均衡了 是吧 或者是它整个的面积产生的不一样 它跟人的心理不一样 比如说国旗 它里面的颜色 你就知道红色一大部分 黄色里一部分 它给人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强调 就是以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画面里面 这个 这个横线是吧 它就是有这么几个横线 你就会想 它到底有什么含义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强调作用 强调的颜色 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有意义 节奏就是 就是通过这个色相 明度 纯度 是吧 这种三个方式 然后让它们进行组合排列 进成了一种不同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色彩构成 包括组成关系 是吧 就是这个画面里面主要是黄色 其次是紫色 这样的才有比较主要跟次要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比如说呼应 对吧 呼应就是你这里面颜色不光是只有这一种 而且只有很多种颜色混在一起 然后就是给你做搭配 这样的话才把你的主体显示出来 点缀 就是这个一般通过大面积的这样的一种色 通过一种简单的零星的一个比较醒目的颜色 把它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般这样在logo里面是吧 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黑白插花里面 也有很多黑色里面 也有加进几笔红是吧 眼睛地方给你加进一些颜色 或者是其他部位 这样的话也是很很就是 让人感觉到这个 画面一下子觉得生动起来了 衬托就是通过涂色跟底色 是吧 它的一个称影关系 然后通过它的面积关系 然后达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明暗冷暖灰暗 跟反减这样的一个衬托 它又显示不同的含义 渐变是咱们色彩构成里面 就算是最后一个 它的明暗渐变 颜色相渐变 纯度渐变跟冷暖渐变 这个不同的渐变 对它的这个显示是不同 不同的这种结果 比如说强弱是吧 然后明暗 还有冷暖这样的一个渐变 这样的也会有很多的对比因素在里面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些学习里面 需要咱们可能实践的东西会多一些 不光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是吧 通过不同的含义 通过颜色的不同的性格 然后你要把它运用在不同的这个画面里面 你要画一个儿童的比如说儿叉是吧 儿童叉画 你就要用更多的粉色浅绿色粉绿色 对吧 这样代表比较活泼的颜色 你肯定不能上来就用灰色紫色是吧 然后这样的颜色来进行绘画 所以说一开始这个色彩对咱们整个的这个绘画构成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现在女性里面更多是玫瑰红对吧 比如说去书店你会看到整面墙全部都是玫瑰红的颜色 所以说这个是色彩对人的心理感受跟跟它的一个位置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日在以后的应用里面 只要咱们掌握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关系 在使用上或者是在搭配上都会得心应手 不会出现很低级的错误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祝大家学习愉快